好的 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我们也再次把时间交给刘洋 刘洋为我们介绍一下 李娜 我们看到 当地时间12号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到访了美国 那军费分担问题成为了 美国和欧洲国家分歧的焦点所在 导致北约内部的紧张关系升起 而美欧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强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 首先是英国 英国媒体美日快报 军费分歧破坏美欧关系 文章称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北约成员国 必须把对北约的军事投入 提高至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的2% 否则美国将不再参与到 北约的各种活动当中 特朗普还曾公开表态说 北约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组织 为此法国国防部长帕利 就指责特朗普 破坏了北约的内部团结 由于特朗普不像前任美国总统一样 愿意在发生军事对抗时来保卫欧洲 所以欧洲各国正在讨论 建立一支统一的欧盟军队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说 欧洲需要自己的军职力量 以减少对于美国方面的防武依赖 来看法国媒体观点报 北约内部紧张关系升级 看到文章指出说 尽管美国一直在呼吁说 为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北约应该加强内部的团结 然而由于美国同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 北约内部团结似乎正在被削弱 德国宣布无法在2024年实现 美国要求的军费开支 占GDP2%的目标 还与俄罗斯合作 继续推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 被美国指责为不承担共同防御的义务 而土耳其坚持购买俄罗斯的S-400导弹防御系统 也被美国视为是损害美土关系之举 面对这些分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程贝格就表示说 北约各国应该携起手来 像过去一样去克服种种挑战 来看德国媒体怎么看 德国的汉堡晚报 美国不应对军费开支问题紧抓不放 文章报道说 在北约国家军费开支问题上 德国一直是美国批评的对象 此次德国国防部长彭德莱恩访问 美国注定并不会一帆风顺 彭德莱恩就表示说 我们知道德国必须做的更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德国国防预算已经是连续六年在增长 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 分析就认为说 美德两国对于2014年协议的解释不同 是导致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 美国认为 所有的北约国家都承诺到 2024年至少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% 用于国防 而德国方面则将2%当作是未来的前进方向 德国还强调说军费开支只是衡量北约成员国贡献的标准之一 德国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美国不应该对军费开支问题紧抓不放 最后来看美国媒体 石英财经网 北约的信任危机 目前来看北约正面临着70年来最严峻的危机 这一危机不是军事力量方面的危机 而是北约对于美国领导地位的信任危机 看到从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 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并非是没有矛盾 但之前双方却从未怀疑过彼此对于北约的基本承诺 然而特朗普在其执政期间 一再质疑北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令欧洲领导人和欧洲的舆论是极为不满 在北约70年的历史当中 欧洲和加拿大的第一次对美国总统 对北约的忠诚产生了疑虑 信任危机如今已经是蔓延到了大西洋的两岸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 把时间再次交还给李娜